全民派一万对很多市民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 实际是这样的舒缓市民的困难 而家里有4个成年人有4万元 但反对派预告了 如果不抽出警察的付款 他们就会拖延会议 更会对财政预算案投反对票 其实每年的财政预算案 审批之前都会有特别的财委会 让政府有充分时间去解答议员的问题 今年议员提交了6000条问题 政府除了要书面回答之外 4月3日开始连续一个礼拜 合共有32个小时 每个政府部门包括警务署 都会来财委会解话 他们申请勃款的金额 反对派听都没听 勃不解释就立场先行 说明如果不抽警队开支出来 就一于满炒 反对整个财政预算案 那就是一万元都没得牌? 他们说得这么大声 为什么不怕市民反台? 因为他们知道建设派 会支持财政预算案 反对派经常用这种手法 消费建设派去拿政治本钱 正式是又吃又溺 这也是一个实际例子 去看清楚反对派的真面目 为香港好 请大家广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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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